今天要播出的内容是 彼此相爱的时候 别待在这世界的层级 看着彼此的缺点 走上一层 用神看我们的眼光看待彼此 看着弟兄姐妹是没有瑕疵的 神说我以祝福 他就不会说谎 当神说我会做 他一定会做 神不会说谎就是这个意思 文中的重点都是祝福 祝福 祝福 阿们 主耶稣 我今后在你跟前 我生死你的威严 和你奇妙的座位 你的爱 围绕我憧憬到永远 你是干地变为永远 将忧愁变为喜乐 我高声送着你 举起双手感谢你 我的伙伴的一身面 找你丰富的岩点 你是帮助的羔羊 我将你的荣耀宣扬 你救赎我脱离黑暗 是我梦复给我盼望 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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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我今后在你跟前 我生死你的威严 和你奇妙的座位 你的爱 围绕我从今到永远 你是干地变为永远 将忧愁变为喜乐 我高声送着你 举起双手感谢你 我的伙伴的一身面 找你丰富的岩点 你是帮助的羔羊 将你的荣耀宣扬 你救赎我脱离黑暗 是我仿佛给我盼望 我和高声送着你 举起双手感谢你 我的伙伴的一身面 找你的丰富的恩典 你是帮助的羔羊 我将你的荣耀宣扬 你救赎我脱离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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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仿佛给我盼望 你救赎我脱离黑暗 是我仿佛给我盼望 我的祝 我的祝 我心仿佛 我心仿佛 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 有一个人名叫巴勒 好 巴勒是摩押王 在今天 大约是约旦的区域 约旦国 巴勒很怕以色列百姓 但根本不需要 当时以色列人刚刚离开埃及 神带他们出来走了远路 那是因为神不想让他们灰心 因为近路上很多敌人 神带他们走远路 经过约旦 有很多人你们去过以色列 经过约旦 然后渡过约旦河 就会进入应许之地 对吗 一路上以色列人说 他们经过之地 第一个王是西红 亚摩利人的王 是红毛王 亚摩利人的王名叫西红 而摩西对西红说 我们可否通过你的地 我们会付钱买粮食跟买水 他没有恶意 摩西和以色列人没有恶意 只是想借道通过 而且还会付当负的费用 结果西红说 你不可以借道 不止如此 他们还攻打以色列人 但是别忘了以色列人看起来可能很脆弱 但看顾他们的那位可不是 阿们 神打败了西红 亚摩利人的王 他们继续走 遇到另一个王 这个王就是巴山王 欧姬 恶 他在做王之前经营的是超级市场的生意 好的 而巴山就是现今的格兰高地 这一次以色列人又问 可以借到你们国家吗 该付的费用一定付 然后 阿 这位欧姬先生 王 巴山王说 才不可能 好吗 又攻打他们 但是以色列从来就不想打仗 只是想借道经过付该付的钱就好 但每个人都宣战 神使他们都得胜 西红王 还有阿 都败给了以色列 现在以色列人到了摩牙地 准备经过 而摩牙王真是愚蠢 其实 让他们过去就好 他们并没有要占据你的地 而是要进入应许之地 只要几天时间 他们就到了 看看他怎么说 民数记二十二章 以色列人起行在摩牙平原 约旦河东 对着耶利哥安营 我们来看他们的营地 因为待会儿你就会明白为什么 我们会再回到这节经文 摩牙平原 他们在哪 在摩牙平原 约旦河东 对着耶利哥 就要渡过约旦河了 好 待会儿来看 为什么这个地点如此重要 以色列人像亚摩利人 所行的一切事 西伯的儿子巴勒 都看见了 读到这里时 我说 王的问题就是这个 他看见以色列人所行的 却没有看见 神为以色列做了什么 阿们 所以王巴勒的问题是 他看见以色列所行的 却没看见神在以色列做了什么 摩牙人因以色列名甚多 就大大惧怕 心内忧疾 他做了什么 他雇用了专业的巫师 名字叫做巴勒 巴勒 开玩笑的 听起来很像印度话 如果巴勒和约伯同乡 那就是绿叶先宗里的巫师了 王雇用了他 因为巴勒是出了名的 他是巫师 我们会说他是半调子的先知 他对神有一点认识 但却实行巫术 我们看到他会实行咒诅 那些实行巫术的人 最常用的就是咒诅 而不会去祝福 阿们 祝福是更强大有力的 就像光可消灭黑暗 对吗 他运用咒诅 巴勒王说 我要雇佣你 给你金银财宝 我要你咒诅他们 因为被你咒诅的 必受咒诅 但别忘了这些人是神的百姓 而且他们是神所祝福的人 你自己回去 要读民书记二十二章的故事 现在没有时间读 只是先分享其中 与今天信息相关的部分 后来巴勒 被他的驢子给阻止了 巴勒 这半调子的先知 被自己的驢子阻止了 我读这段时 读的是清定版的圣经 证明不是说驢 由于是用另一个古字 好 主拆派天使 带着一把剑 准备杀了巴勒 若巴勒按照摩押王 巴勒的要求 咒诅神的百姓 天使就会击杀他 一共三次 他的驢子 他饲养的坐骑救了他 我们很多人想要救自己的动物 但这里是动物反过来救了他 圣经在新约说 神开驢子的口 驢子说话了 驢子半路停下 不愿意往前 因为驢子看见手中拿着剑的天使 神要打开驢子的眼睛 让他看见天使 还比打开巴勒的眼睛容易 驢子不愿意往前 巴勒鞭打他 神开了驢子的口说 你为什么打我 我这几年服侍你还不够吗 要小心了 也许就在最新 你的狗可能就开口说话 你以为当你的狗 很简单啊 要喝马桶的水 圣经说 神开驢子的口要来阻止 不让先知胡乱开口 很明显的 他并不爱神 他爱的是王给他的金银财宝 他正要去咒诅那些属神的百姓 最后神还是让他前进 但神说 我会告诉你该说什么 你不能咒诅他们 他到了山上 正要咒诅山下的以色列人 这部分真棒啊 我很喜欢 我从高峰看他 他指的是以色列民 然后他说 正准备咒诅时 神将咒诅 转变成祝福 从巴兰的口中 讲出了这些话 神没有咒诅的 我也能咒诅 因为你是蒙福的人 然后他向下看说 这是独居的民 不列在万民中 你知道今天也是如此吗 以色列这个国家 严重的被误会 这个礼拜四 九月九号 是他们的新年 Rash Hashanah 以色列这个国家 严重的被误会 这个礼拜四 九月九号 是他们的新年 Rash Hashanah 身为一个国家 就算离开 自己的土地 想要 想要 融入其他的国家 总是会有事发生 可能受到逼迫 就是无法融入其中 但我要告诉你 这些人 这些犹太人 虽然是少数 但许多发明 许多科学上的突破 许多美好的音乐 许多美丽 且充满创意的点子 都是从这少数的民族 产生出来的 因为神祝福了他们 没错 他们眼睛暂时瞎了 看不见耶稣 有一天 他们天上的约瑟 会回来 对地上的兄弟说 我就是被你们卖的那位 他们的眼睛就会打开 唯一不同的是 约瑟去找兄弟们的时候 并不知道会被卖 过来 我们会把你卖了 真的就被卖了 然而 耶稣来到世上时 就知道了 约瑟并不知道 但耶稣知道 他会被羞辱 被鞭打 被拔胡子 会被 被中击 会被 钉死 但还是来了 因为他爱你 他爱我 Amen 有一天 神与以色列之间的爱 我们会看见全貌 因为神应许了 两个种子 特定的种子 好 神应许亚伯拉罕 我会叫你的后裔倍增 如同天上的星一样多 那就是我们 属灵的以色列 我们就像星星一样 天上的星星 后裔如同海边的沙 指的是自然的以色列 透过亚伯拉罕的 两个种子 生出唯一的基督 为这世界 带下 各样祝福 Amen 不论 神的百姓到哪 女性受到尊重 男性风范诞生 学校也建立起来 一切都会使人类 更好 更进步 只要有神百姓的地方 但却有人批判我们 有些人 我们看不见 躲在石头后面 说一些批评你的话 可能是你的同事 他们 嫉妒你 只因为你信耶稣 就不喜欢你 会怎么样呢 他们能否雇用巫师 来咒诅你 找巫师 拿根东西 往地上一敲 然后 魔法保姆 就会 你知道的 不该提到电影 真是抱歉 不应该讲到好电影 我女儿很喜欢那部电影的故事 这些所有的魔术 这些所谓的巫师 术师能对抗神的百姓吗 来看发生什么事 当巴勒发现 他没有咒诅神的百姓 反而祝福了他们说 神没有咒诅的 我也能咒诅 所以巴勒把先知 先知巴兰 带到另一个地方 有很多人 你去过这个地方 在约旦 是摩西最后站的地方 尼泊山 那里 最顶峰成为皮斯加 圣经说 这就是他们去的地方 于是领巴兰到了索菲田 意思是观看 很有趣 从这你可以看见 整个以色列地 加上约旦 上了皮斯加山顶 谢布莱文的意思 就是查看 逐了七座坛 意思就是 从这角度 你可以好好咒诅他们 好 你在那里 不能咒诅他们 从这里也许可以 这世界的人 总是认为 地点很重要 但我的圣经说 当神祝福你时 你就蒙福 不论是在乡下 或在城市 有些人说 我听过见证 某人在某个领域工作 神祝福他 那我也要换行业 跟行业无关 而是神的祝福 大家明白吗 于是他把巴兰 带到这里 皮斯加山顶 给大家看一张 皮斯加山顶的照片 这是皮斯加山顶的照片 是站在山顶照的 尼泊山 这是摩西的最后一站 摩西看到这景象后 就死在这座山上 你再往远一点看 就可以看到 以色列国 巴勒 把巴兰带到这里 我们摄影组的女孩 拍摄了这段影片 来一起看 我们看到北边 现在面北 再看到中部 这是以色列国的西边 现在是从皮斯加山顶 看下去 就在底下的某处 当时以色列百姓 就在那里扎营 然后可以看到死海 镜头慢慢转向南方 对 就是这 从这个地方 他向下看 然后他说 你想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这么说 巴兰就提师哥说 神又把他的话 放在巴兰口中 说 巴勒 你起来听 他对王说 西波的儿子 你听我言 神非人 必不致说谎 也非人子 必不致后悔 他说话 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 岂不要成就呢 好多人引用这段经文 这是负面的 比方说 当你犯了罪 他们说 神怎能不审判 他们的罪 因为 神必不致后悔 神说 犯罪的就必死 他们没有提醒 耶稣已为我们的罪死 反而用这段经文 来审判人 如果神 没有审判美国 那神就要向索多玛 和俄摩拉道歉 有听过吗 好 因为神是不会说谎的 也非人子 必不致后悔 Amen 这可是讲道的恩高 但重点是 整体的前后要点 出现在下一节经文 二十节 我奉命 巴兰说 我奉命 祝福 神也曾赐福 此事我不能翻转 神已经祝福你 没有人能够翻转 神并不是将要祝福 而是已经祝福了 跟你旁边的人说 我已经蒙祝福 我已蒙福 再跟他说 此事无法翻转 完全无法翻转 听好了 神会祝福 巴兰代表了撒旦不是吗 撒旦说 神已经祝福你 我无法翻转 撒旦无法 你自己以为的敌人无法 批评你的布洛克 也无法 他们无法翻转 神的祝福 而神也不会 你的祝福无法翻转 谁要你接受耶稣呢 说我是蒙福的 无人能够翻转 现在来讲讲那些批评你的人 这能够大大的帮助你 好吗 这方面我是专家 当有人批评你 不管是因为嫉妒 羡慕 或者是想毁掉你的人格 要确定他们的理由是假的 而是因为你在发光而受到攻击 不论是在公司 或甚至是你的亲戚 他们批评你之类的 要记住 是神让话语有影响力 或是使话语落空无用 圣经说 当神兴起先知萨摩尔时 神让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没落空 几年前我也如此为我的事工祷告 求神让我的话都不会落空 不管人写了什么 说了什么 除非神恩高了 除非神赐恩惠 你可以写千万字 对读者都没有影响力 读者当下可能有所感受 但不会持久 但是当神恩高了 就算只是几个字都会持久 你一辈子都会记得 你会记得 在你需要帮助时就会想起 Amen 各位 重点不是一直说 而是到底有没有分量 神有没有给你分量 不是重量 神会给你的话语分量 大家同意吗 好的 大家了解吗 好 这真的很棒 像我说的 我们的问题是 是我们 我们不会去 形容祝福 很多人可能有 有五个孩子都送上床了 然后说我祝福你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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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祝福你 好 晚安 孩子根本不明白 你说的 祝福到底是什么 你应该跟孩子说 你是很聪明的孩子 你常常逗爸爸妈妈开心 你拥有神的喜乐 你会使他人也喜乐 因为你有神的喜乐 你没有说出祝福两个字 但你已经祝福了你的孩子 大家了解吗 Amen 因为在 在新约圣经说祝福 它的意思是 你可知道 新约中祝福的希腊文吗 Yologi Yologi 大家说Yologi 从这个字衍生出 英文的颂德 Yologi 很不幸的 通常人死了之后 才会颂德 也许真正的概念是 因为耶稣的死 我们得了一切 才有可歌颂的 Amen Yologi的意思是 说好话 一起说 你可能没提到祝福二字 但是 当你说好话 说某人的好 就是在祝福那人 说自己身体的好 就祝福了自己 而不是 天哪我的腰 一天到晚 只要要去度假了 就不行了 每次都这样 你才刚刚 咒诅了你的身体 因为咒诅的希腊文 就是 Katala 意思就是贬低 Kata 就是低下 Ala 就是宣告 好 比方说 如今 在基督里的 就Kata Krima 不定罪了 Krima 意思是平断 好 Kata 就是定罪 也就是贬低 说贬低的话 还记得耶稣 到了一棵 无花果树下 他已经饿了 圣经说 他来到无花果树 其实耶稣知道 自己将会做什么 耶稣看着无花果树 看起来能结果子 但却一棵果子 也没有 因此耶稣咒诅了 那棵树 从今以后 永没有人 吃你的果子 你可能会说 屏幕师 我不跟树讲话 是啊 你不会对你的 头痛说话 对你的肿瘤说话 所以才会一直 长大 我宁愿 学耶稣 然后看到结果 也不要像你一样 什么结果也没有 他向死人说话 他们就复活了 他对魔鬼说话 魔鬼就离开 Amen 他对风浪说话 风浪就停了 Amen 我们要学耶稣 耶稣之所以 咒诅无花果树 是因为第二天 耶稣要教导门徒 如何透过话语 来运用属神的信心 你必须明白一点 你能不说咒诅二字 就咒诅你的现况 耶稣从来没说 我咒诅你 你这棵调皮的乌花果树 我咒诅你 他没这么说 他怎么说 从今以后 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负面话语 贬低了 而第二天 整棵树从根 都枯干了 而彼得还有谁 彼得说 主啊 你咒诅的无花果树 枯干了 耶稣教导他们 你们说话时 只要相信 你所说的 必要成就 这个世界 需要一些好话 我才不会称赞 我的丈夫 不然她会骄傲 真的平牧师 相信我 她的老板会叫她谦卑 她的工作会使她谦卑 再回来见你的路上 她已经谦卑了 相信我各位 人生中已经太多负面的事 人需要的是一些好话 说些好话 大家明白吗 好的 各位 这是祝福 然后她继续说 她未见雅各中有罪孽 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 多么美好的一句话 各位 注意到前面的十九节 神是不会说谎的 前后文就是 神说 我以祝福 他 就 不会 说谎 当神说 我会做 他一定会做 神不会说谎 就是这个意思 文中的重点都是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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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继续描述了祝福 单单说 神祝福你是不够的 要把祝福的内容 描述出来 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 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 很美不是吗 神没看见 并没有说没有罪孽 神没说在你里面没有罪 我也没说你里面无罪 只是神没看见 为什么 因为神是圣洁的 这就是彼此相爱的方式 彼此相爱的时候 别待在 这世界的层级 看着彼此的缺点 走上一层 用神看我们的眼光 看待彼此 看着弟兄姐妹 是没有瑕疵的 老实说 根本没有 所谓完美的人 平牧师 我要离开这间教会 因为这间教会不完美 赞美主 你终于明白了 结果就要离开 你要是这么完美 千万别再去其他教会 只要你一加入之后 就不完美了 因为有你的关系 我们在自然的领域 都是不完美的 行为不完美 思想也不完美 但你知道吗 神看我们是完全公义的 因祂在祂的爱子里 看到你 除非我们明白这一点 否则无法评论行为 因为是要按着地位来平量 不是按着行为 除非到上一层 否则无法与基督同行 好吗 好 另一个转折 我刚说的 巴兰见耶和华 喜欢赐福于以色列 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 却面向旷野 有一天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神的温暖充满我的心 巴兰见耶和华 喜欢赐福于以色列 把这标记起来 巴兰见耶和华 喜欢赐福于以色列 我特别标记起来 天哪 神不只是祝福了以色列 还是开开心心的祝福 神喜欢赐福于你 你可知道祝福你 让神开心 说到祝福 我见过有人祝福孩子 看起来 你知道 根本不像自己是很开心的 一天都要买玩具 一天都要买玩具 搞什么东西 好了 给你 孩子还是会拿钱去买玩具 对吗 但是在孩子心里 他永远不认为 你是个开心的给予者 为什么 因为给的风格很重要 给的风格很重要 圣经上会用开恩 免了他们的债 还有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表明了那强度 表明了神对我们的爱 就拿这个经文来说 说到 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 你知道吗 以色列的敌人看到这一点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都没看到 但敌人却看见了 神喜欢赐福于你 在祝福你的时候 神很开心 能祝福你 让他高兴 阿妹 巴兰举目 看见以色列人 照着支派居住 哇 一定发生什么事 因为神的灵 就临到他身上 他看见以色列人 照着支派居住 这是什么意思 照着支派居住 我来告诉大家 我来告诉大家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看到的 让他明白 他看见了些什么 神的灵 临到他 圣灵 并没有充满巴兰 巴兰是不义之人 到死为止都是 圣灵 只是降在他身上 给他当说的话 祝福神的百姓 然后就离开 好 他看到了什么 是他蒙福 他看见以色列人 照着支派居住 你要看吗 这就是他看到的 他看见以色列人 照着支派居住 这就是以色列人 扎营的方式 不是我编的 这就是你可以读到 他们扎营的排列 面对会目 北边 东边和西边 大概是相同人数 每边都有三个支派 面对会目的东边 大家看照片的话 是南方 东边 照片上的下方 就是东边 有最多人 犹大支派 有摩西的家人 和立位人 所以比其他三步未长 你看到了什么 在十字架里 神看不见你的罪 在十字架里 你在基督里 这就是巴兰看见的 他透过神的眼光看 我在刷牙时 神告诉我这个 真可惜我的百姓从未看见 敌人都看见了 因为摩西非常忠心 在家中代表神 指出大家的错 好 在摩西方面 之后在生命纪 有一小处 只有在一节经文中提到 因为在生命纪里 他复习着十诫律法 诫命 还有以色列的历史 必然会提到 关于巴兰的事 还有 当他在生命纪 复习十诫时 一起看 什么时候 出埃及第四十年 十一月初一日 他们正准备 进入应许之地 注意 他已经击杀了 西红和厄 讲到这里 看到了没 别忘了 巴兰什么时候发生 就在这之后 记得吗 就是这一节 一起看第五节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 摩压地 记得吗 摩西在这讲解律法 我们再回去 看民数记 二十二章第一节 巴兰祝福以色列人 在哪里发生 在摩压平原 约旦河东 对着耶利哥安营 摩西在哪儿 讲述历史和律法 生命纪一章 在约旦河东的摩压地 就在打败两个王之后 也就是说 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 摩西在对大家说 你们这些 硬着景象的百姓 这也没做 那也没做 却没有看见 神的恩典 之后 几天下来 讲述律法和历史 讲到了这个事件 用一句话说完 生命纪二十三章 然而耶和华 你的神 不肯听从巴兰 咒诅的言语 变为祝福的话 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爱你 巴兰事件就一句话 但是 请注意 这样的信息 在神的面前 不会是宝贵 有价值的 因为太一般了 他没有描述出祝福 没有像我刚刚说明 神的作为 对吗 他并没有 他只说 神将咒诅变为祝福 因为他爱你们 感谢摩西有提到 但就只有一句话 各位 你看 律法无法让你看见恩典 他只说了大概 记得吗 我说 不能只是笼统地说祝福 你要告诉大家 祝福是什么 好好描述祝福 你是蒙福的 因为神不会将罪 加在你身上 就算你失败了 刚发了脾气 要停下来 感谢主 我还是蒙福的 Amen 我这么说是教你 如何不发脾气 不发脾气并不是承认 糟糕 我认罪 我认罪 屏幕师 你不相信约翰一书 一张九节 我没时间讲这个 去买我的书 哦 你只是在推销书 没错 正是Amen 很好的书 推一下 Amen 在书里 有一整张解释 约翰一书一张九节 保罗从来就没有提过 保罗写了四分之三的新约 却一次也没提到 约翰一书一张九节 如果约翰一书 一张九节这么重要 关于认罪 像我们现在如此之强调 在保罗书信中 四分之三的新约 是他写的 一定会提到 但他并没有 约翰一书一张九节 是约翰的书信 去读我的书 里面有更清楚的解释 让你更明白 那节经文 好 赞美主 去买那本书 是好书 不管你会不会去买 那本书是蒙福的 我无法翻转 在保罗书信中 四分之三的新约 是他写的 一定会提到 但他并没有 约翰一书一张九节 是约翰的书信 去读我的书 里面有更清楚的解释 让你更明白 那节经文 好 赞美主 去买那本书 是好书 不管你会不会去买 那本书是蒙福的 我无法翻转 世界各地的人 都在买那本书 Amen 而且 我知道 已经有很多牧师 传道都受到祝福 一起看 我要用这个做结束 咒诅一词 原文是 Kalala 变为Beraka 祝福 Beraka 这些都是西伯来文 不再是新约希腊文 Yologia 或是Katala 也就是咒诅 我要以这个作为结束 你将大大蒙福 准备好了吗 希望你有万全准备 不然这祝福会太多 各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很好 咒诅原文是 Kalala 西伯来文 而 祝福的原文是 Beraka 好 仔细看 我要结束了 看西伯来文 Beraka 祝福 Beraka 好 西伯来文是从右读到左 Ba Rash Kaf 要从右边 往左边读 Ba Rash Kaf 合起来就是 Black 这是欧巴马的名字 对吗 他的名字 巴拉克 他总是跟犹太人说 他名字的意思就是祝福 但不止如此 即使是动词祝福 不是名词 在创世纪时 有提到祝福的动词 但从未出现祝福的名词 只有祝福祝福 但是 当亚伯拉罕出现之后 名词就出现了 后面多了一个 嘿 好吗 嘿 你们都来一段时间了 应该都知道 每个希伯来字都有符图画 而每个图画是固定的 不论在世界各地 只要遇到犹太人 他都会告诉你 A是苹果 还有 Shin是牙齿 Shadai是神的名字 Kaf是张开的手 都有图画 他们会说 嘿是恩典 或是窗户 他们不知道恩典 他们会说 窗户是某个东西 我们知道是恩典 嘿 代表数字是五 嘿是数字五 一起看 从右读到左 巴 Rash Kaf 巴 Rash 头两个字就是巴拉 巴拉 意思是儿子 接着耶稣对彼得说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西门 约拿的儿子 前两个字组成巴拉 儿子 Kaf 是张开的手 而 嘿 就是恩典 在亚伯拉罕出现之前 亚伯拉罕得到的是恩典之约 只有动词的祝福 上面第一个字 祝福 是儿子 加上张开的手 但你不确定 祝福的内容是什么 对吗 但亚伯拉罕出现 我必赐福给你念 要叫别人得福 福就是嘿 也就是儿子 看到了吗 手张开 带着祝福 并且用恩典祝福你 还有恩宠 影响力 在你的工作上 学业上 下一周里 祂会赐你恩惠 你的孩子不会受 病痛之苦 没有禽流感 没有流感可靠近 奉主耶稣的名 领受吧 当你经历神 恩典到手 瞎眼的看见 麻风的得洁净 不洁的离开 使你完全赐你丰盛的生命 使你富足 并使你健康 这就是祝福 现在来讲解咒诅 卡拉拉 让大家了解一下 但我想大家喜爱祝福 Kaf 是 抱歉 错了 应该是Kof Kof才对 意思是后脑勺 犹太人会这么告诉你 每个犹太人都会说 Kof是后脑勺 连字都长得像后脑勺 你看得出来吗 还有中间的两个字 中间的两个字 Lamette Lamette 这个字 就像以色列的英文结尾 L L就是Lamette 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字母 好 Lamette 意思是教导或学习 希伯来文的学习是什么 Lamette 就是从Lamette来的 学习 有双重的学习 看到吗 学什么 嘿 恩典 所以后脑勺 代表某人不断转离 不止一次 不愿学习恩典 这样就成了Kalala 咒诅 感谢主 你们都是面对我的 你们都面对着神的恩典 Amen 神的恩典 透过教导的事工流露出来 你们都是面对恩典的 每个礼拜天 都是面对着 张开手的儿子 Hallelujah 最后用这节经文结束 加拉太书三章 各位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转离神 不要转离不学习恩典 若是一直不愿学习恩典 就会落入咒诅 这是受咒诅唯一的方式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 一起读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再读十四节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 可以临到外邦人 咒诅是什么 Kalala 这意义就是你从所有邪恶话语中 被拯救出来 幼稚园老师曾说过的 小学老师曾说过的 做老师的应当说好话 特别是对那些需要鼓励的孩子 感谢主 我们有全新的一个世代 无论是亲戚 朋友 父母 都该是说好话的 但是有些孩子 被冠上个不好的绰号 在学校里 有些人 你现在十五十六岁 你还记得以前同学 给你的绰号 那就是话语的 咒诅 感谢主 我要告诉各位 基督已将我们 从咒诅中拯救出来 神律法带来的所有咒诅 神的律法不能再咒诅你 为什么 已经负了 耶稣已负了 耶稣负的 耶稣救赎了我们 不再有咒诅 因为负清了 负清了 为什么救赎我们 好让祝福 亚伯拉罕的祝福 布拉卡 那祝福是什么 绝对是公义 当你有公义时 罪就得赦免 当你有公义时 神绝对 不会将罪加在你身上 各位 你是蒙福的 魔鬼没办法翻转 将赞美归给耶稣 哈利路亚 Amen 请各位闭上眼睛 低下头 包括其他地方的人 也一样 在这个时刻 我要给你一个机会 能为自己领受 基督的工作 神非常尊重你个人的 自由选择 但你的选择 所带出的结果 不会改变 你可以选择相信 或是继续不要相信 但是神永恒的事实不变 耶稣说 若你相信祂 可以承担你的罪 神的审判 便不会临到你 而祂的恩会 祂的恩典会临到你 你不会过着 受到咒诅的生活 而是蒙祝福的生活 在人生各方面 因神的力量而成功 工作不能 婚姻不行 神的祝福才能改变一切 现在领受罪的赦免 奉耶稣的名 跟我一起祷告 诚心地祷告 一起说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你差派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祂的宝血 洗净了我 一切的罪 我感谢你 在你眼中 是真实的 你看我 没有罪 是公义的 被接纳 蒙祝福 感谢天父 谢谢你爱我 我也爱你 奉耶稣的名 我宣告 耶稣基督 是我的主 你叫他从死里复活 他仍活着 他已经祝福我 没有人 或事物 能够翻转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所有的人举起手 不管你在哪 那位神 叫巴兰祝福的神 现在正祝福你 有美好的一周 主以亚伯拉罕的福 祝福你 你出 你入 都蒙福 你手所做的一切 都蒙福 凡攻击你的器械 必不兴起 你接触的一切 都蒙福 你身体的果子 蒙祝福 细胞也蒙福 散发出 神复活的大能 充满了 属天的健康 如因必要年轻有力 那位神 恢复 摩西的年轻活力 使亚伯拉罕生育 也必要恢复你 使你重新得力 拥有 极大的气力 愿主保护你 保守你 与你的家人 你的班机 你的交通 不管这周你到哪 神都要保护你 孩子 不会感染肠病毒 秦流感 主保守你和你的家人 不遭危险 窃盗 强盗 暴力 与所有黑暗权势 因你是耶稣保血 买赎回来的 不再受咒诅 而是蒙祝福 神所祝福的 无人能翻转 奉耶稣的名祷告 大家一起说 阿们 赞美归给耶稣 哈雷路亚 赞美归给你